每日清淨神 儿童节特别制作 由基督之间 许多位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 联合制作 大家要专心听哦 每日清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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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清淨我 每日清淨神 你的画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画吧 唱世纪第105天 唱世纪33章18到20节 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雅各从巴当雅兰回来的时候 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帝的世建城 在城东支搭帐篷 就用一百块银子 向世界的父亲 他母的子孙 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 在那里读了一座坛 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雅各与伊萨分手后 继续奔走神所带领的遥远路程 他首先在约旦河 他首先在约旦河中的苏格铸扎 为自己盖造房屋及卫生处搭棚 然后再度过约旦河 来到亚伯拉罕出到迦南时的世建 在那里支搭帐篷 并向哈摩尔的子孙买了一块地 雅各在世建买了一块地 安定下来 便在那里足坛敬拜神 他称这座坛为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以及以色列的神 神信守他的诺言与雅各同在 带他平安回家 因此雅各也遵守诺言 以耶和华为他的神 雅各不忘记为神祖坛 可见他有敬畏神和感恩的心 与神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伊利是神 伊罗伊也是神 伊利伊罗伊以色列意思就是 神以色列的神 也就是说 以色列的神真是神 神真是以色列的神 在雅各给这谈所命的名字里 神的名提了三次 全句意思就是 神是以色列的神 也可以翻译成 神是那蒙神管制者的神 雅各如此命名 乃是认识了神之后的一个信心行动 他称神为以色列的神 一直唯有借着神 他才能用神所赐的心明活在神面前 属灵生活的基本功课 乃是被神管制 唯独照着神的管制 并依靠神的能力 我们才能行走得力 而以行动降伏于神 则是对于神的呼召和管制的回应 同时唯有完全脱离自以为意 才能维持降伏的态度 我们也当与神有密切的关系 要经常自行 神是我们的一罗一 我们行事为人是否与此信仰相符 我们若真的以神为一罗一 就应该有感恩的态度 不少人或许会像雅各那样说 我所有的都是神施恩所赐的 但很少有人将所拥有的都归于神 都以为是自己努力的成果 我们要真相信一切都是神所赐予的 且铭刻于心 免得辜负神的恩典 主 谢谢你 借着每天与你的亲近 让我真实的经历 你是我的一罗一 愿我的生命活出你的样式 不会亏负你的名 我们一起来向天父伯伯祷祷告吧 亲爱的祖耶稣 感谢赞美你 求你看顾儿主的每一场福音活动 并掌权在其中 让每一次的福音活动 可以让更多小朋友认识你 也让孩子们在过程中有所收获 活动结束后 让孩子的生命可以有所改变 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要赞美你 是最爱我们的神 希望儿主的每一个小朋友们 每个星期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来主日学 在家里的时候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在学校的时候也要听老师的话 也要请你预备一个更大更漂亮的主日学校 让更多小朋友们能一起来到你的店中 敬拜你 也要保守主日学的每个老师 都身体健康 小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 爱的名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 请你让妈妈早一点睡觉 然后爸爸温柔一点半夜不滑手机 减肥变健康 然后也让外婆手赶快好 阿公阿妈也变很健康 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 我想为还没信主的家人和朋友祷告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宝血来 使我们得平安 你让我在生病时看顾我医治我 你还让我学会骑脚踏车 有一个勇敢的心学会 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们 也可以像我们一样 快快乐乐的转换心去改变 依靠主耶稣 我们都相信你可以听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活中 帮助我们透过每一次的活动 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 希望在每一次福音活动 不管是复活节 即圣诞节 爱玩圣诞 都有很多人来报名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些活动来认识你 你是因为你是赐下平安与盼望的神 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